今天呢我們來談一個簡單的一個小技巧 只要你做好這件事情 吃冰淇淋啊 絕對不是插電冰箱的專利 大家好我是VOX 歡迎收看KIDPAPA 今天呢我們來談一個簡單的一個小技巧 幫助你可以在露營的時候吃冰淇淋 啊不是啦 在露營的時候 可以讓你有更好的一個冰桶的保冰的能力哦 其實呢冰桶大家都有啦 那怎麼樣去使用它 再有一些小訣竅呢 有時候常常會聽到有人說 像現在天氣很熱 我露營我想要帶冰棒去吃 想要帶冰淇淋去吃 可是呢 我又擔心我的冰桶保冰力不足 帶到那邊的時候呢 根本就已經軟掉了 或者是都已經融化了 那我吃個頭 或者是說 我有時候帶一個方便的食材 像是冷凍水餃 到了現場以後發現 哇 冷凍水餃有點退冰 都變嚴嚴的 有點噁心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有的時候就只是因為 單純你忘記了 或者是你可能沒有學過的一個小技巧 叫做 遇冷 那什麼是遇冷這兩個字呢 遇冷它的意思是 遇先冷藏 或遇先冷凍的意思 那它就說 嗯 啊我的食材我都有遇先冷凍啊 或遇先冷藏啊 不是喔 NO 這邊指的遇冷啊 英文叫 BRE CHILL 它指的是 遇先冷藏 你的冰桶 什麼叫做遇先冷藏冷凍 你的冰桶說 啊我的冰桶 拿去冰箱冰嗎 啊 不管你的冰箱夠大 可以 但是一般人應該不會有這麼大的冰箱 那要怎麼做呢 就像這樣子喔 像今天是星期五 我預計明天早上 我要出門去錄影 那今天呢 我就開始準備我的冰桶 我要來做冰桶的遇冷 那怎麼做 大家打開看就知道了 有看到裡面都很多冰塊嗎 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很簡單 我用這些冰塊 來冷卻我的冰桶 那你會說冰桶就冰桶 幹嘛還要冷卻冰桶呢 原因是因為啊 如果你在使用冰桶 你應該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通常都會把冰桶不用的時候放在哪裡 我自己放在車庫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占光劍嘛 或者是我有時候放在車子上 這些地方呢 都有一個共同的狀況就是怎麼樣 環境非常的熱 那環境非常的熱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你的冰桶啊 為什麼可以讓你可以帶冷凍的食材冷藏的食材 讓你到錄影地可以讓你用兩三天 三四天以上 原因就是因為它有很好的一個絕熱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像歐卡 我用的是歐卡 歐卡的這個絕熱層這麼的厚 那這麼的厚的意思就是代表說 它的這個絕熱層呢 可以有效的讓外面的環境溫度呢 不會傳達到裡面冷藏的環境 可是這個也代表什麼意思呢 當你放在這個室溫上面 放了很久以後 你的冰桶裡面也是變成了環境溫度 三四十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說 啊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星期六了 我早上要出去露營了 所以我把我的冰桶從車庫裡面拿出來 那我現在開始把我的食材放進去 那我的食材我現在看 我今天要吃冰淇淋 而且我還有帶滑汁 我要去那邊烤滑汁 那我就打開我的冰桶 然後我就放進去 然後再放我的冰塊或者是冰磚 那放完了以後發現什麼問題 到現場的時候 我的東西都有點融化了 因為你帶著任何的一個食材 在你的冰桶沒有做運燃的狀態下呢 其實你只要一放進去 他們馬上就解凍 因為呢 你的冰桶裡面這些溫度啊 是四圍 不管是25度還是30度 甚至是我的車庫是40度 那40度對到0度 直接就解凍了啊 那你在等你到露營地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冰桶裡面變得涼涼的 對啊 因為他把你的食材當作冰磚用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你想要帶一些比較需要冷凍的東西 或者是你今天去的天數比較多 你想要讓你的食材能夠有良好的一個保冷度的時候 千萬不要忽略運冷這件事情 在美國或是說在一些比較好的冰桶呢 他的說明的裡面呢 他都會教你要做運冷這件事情 今天呢我就教你運冷怎麼做 那你可以在炎熱的一個夏天去露營的時候 搭完帳篷熱得要死 我還可以來吃一支冰桶 吃冰淇淋啊 絕對不是插電冰箱的專利 我也用這種冰桶 我也出去露營好幾次 帶冷凍的食材 帶冰淇淋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怎麼做 來我們現在簡單講 最簡單 他其實的觀念就是你露營的前12個小時到14小時 賣的冰桶拿出來 然後呢去如果你附近有冰塊行 其實冰塊行很好找 你只要Google馬上就可以找到 你請他送冰塊來 或者是你到他那邊去拿冰塊都可以 你說啊我要一袋冰塊一袋就很夠了 像這樣子冰塊這樣子一半啊 其實就夠了 就把它放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把它蓋起來就好了 例如說像我明天要去露營 我現在星期五中午我就做這件事情 我把冰塊放進去 然後我就把它蓋好 這個時候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我就讓這個冰桶 待在我們家陰涼的地方 待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 我再把這些冰塊 其實你可以把它丟掉 我們在英文來講 我們叫做sacrify 就是犧牲掉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就是說 我看這些冰塊好像沒什麼融化啊 那你可以去尋溶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用冰塊通常下面會有水 那你把水倒掉也沒關係 你又說到我附近實在是很難找冰塊行 而且好像不容易讓他們送到我住的地方 我可以怎麼辦 你可以去7-11買衛生冰塊 買個三四袋把它放進去 可不可以放進去 小小就好 一樣放一個晚上 都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那你說放冰塊 那如果融化了怎麼辦 其實你那些冰塊 衛生冰塊我自己的經驗 我不會把衛生冰塊的塑膠帶打開 我直接就把它放進去 它融化了以後呢 隔天早上 我就再把這些融化的衛生冰塊的 這些水啊 因為被裝起來了 所以它可以直接再拿回去的工具 冰 那我下次的時候 就可以再把它拿來當育人用 那有一個觀念的重點 你不管是要丟冰塊 要丟冰磚也可以 我有時候也會用冰磚 用兩三塊冰磚 當作預冷的材料 這些冰磚冰塊 你要把它當作就是 它不會再被拿來繼續冷藏你的食材 因為畢竟它可能退冰了 例如說冰磚 所以冰磚也會退冰 因為它已經把它的冷度 貢獻到冰桶的內地了 所以它已經退冰了以後呢 你不要再用它了 因為它已經不夠冷了 這個時候你就只要 你星期六要早上 像我星期六要早上 要打包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會用全新的一個冰磚 還有全新的一個冰塊 然後達到最好的保冷效果 這個就是所謂的浴能 那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做法 我就是說 我真的不容易取得冰磚或冰塊 我家的冷凍布也 沒那麼多地方可以放 那我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的冰桶摸起來 就是有點熱烘烘的 代表你的冰桶本身就是有一定熱度 這個時候大家有沒有吃過西瓜 西瓜有時候不一定拿到冰箱冰 才會涼 我們會把西瓜拿去泡水 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 真的沒有辦法取得冰塊 或是冰磚的時候 你只要簡單的 把你的準備要用的冰桶 前一天先用水 涼水把它布滿 當然你不用裝到很滿 裝到很滿你也不好辦 裝到8分滿之類的 然後蓋起來 至少讓這個冰桶不要變成熱烘烘的 至少它是涼了 那你當然也可以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打開摸 我的水好像有點熱了 換一桶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達到一點點 預冷的效果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是最好的辦法 還是像用這種碎冰塊 到至少一半 或甚至是用 不管你哪裡可以取得的一些 像冰磚什麼的 去達成這個預冷這件事情 只要你做好這件事情 可能你的冰桶尺寸比較小 或者是說 它本身不是像歐卡這種超強保冷力的 可是你有時候就是要去十天三夜 或者是三天兩夜 你就怕你的冰桶不夠力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好預冷這件事情 你只要有做好這件事情 可能沒有辦法像歐卡可以用那麼久 但是至少也可以 讓你不會那麼擔心 在露營的時候 退冰的問題 這個就是露營 我們在用冰桶的 設一個小小技巧 讓你可以更有信心的 或者是比較不會擔心你的東西 會去退冰 這就是預冷 一個小小的技巧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夏日錄影的時候 能夠錄得開心 錄得安心 下次見